大批警车带逆道路封锁管制 连车站的寄屋柜都暂停使用 日本大阪维安警戒拉到最高 因为狙击多国领袖的G20峰会 28号登场 川崎拍板29号见面 但美中双方持续叫展 要看到撤销加重关税 几率以为呼其微 最好的状况就是暂缓新增关税 恢复谈判 毕竟美国内部优股力量正在反扑 贸易战开打一年 美国农民受害最深 已经有20%农民宣布破产 是过去十年新高 今天远禀不上关税冲击 川普铁票仓动摇 民间企业也开始反弹 务送华为手机的联邦快递 跟进华为找部控告商务部 强调根本无法过滤几百万个包裹 川普政府以国安为由 禁止美国公司输出或进口任何东西给华为 是强人所难 另一方面中国内部舆论也矛盾 谈判及前就遭到旅美的中国民众抗议 中国副总理刘鹤被自家人批 对美态度软弱是卖国贼 不过明明是代表国家谈判 却被落井下石引发中国派系争论 到底是谁比较爱国 全球关注的川习会即将登场 但贸易战引发的效应 恐怕早已是两败俱伤 三天新闻赖英宏报导